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没有几天前 我也做过节目了 有关于台湾的移民署 他突然在他们的网站出了一个有关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人士看 列了有九样东西 说如果你来到台湾的时候就不能做 最重点或者令到现在那群思想很黄的那群人 觉得来到台湾不可以参与什么游行 示威、抗议、甚至乎接受媒体的访问 封烟都不行 不是吧 要不然我来这里干什么 就是说香港现在不能说 我们来到才要说得更大声 现在就在那里吵 这就是变相等于剥夺了我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 那份文件不到一天就已经是移除了 当时媒体也打电话问六委会 他就用一个字眼叫做不值 意思就是不小心放了上网 在岛内的学者有一部分都说 这样已经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而且你这样放一放就收回它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叫正式出的 如果你这份文件列了这九条出来 就是之前有大家去谈过 有去讨论过 研究过 所以才列举了这九样东西 你觉得香港或者澳门的朋友过来 就很容易会触犯到的 所以才有这九条 不然你加上第十条去随地涛谈 那些都可以了 那就没有了 即使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觉得影响是否这么大 我又不觉得有这么大影响 就是什么言论自由 我又不是很觉得 可能我不是那么热冲于当地的政治 甚至乎我也不会去跟那些人一起参加 例如什么集会 什么六四、六一二、十一国庆 又去搞事 或者什么那些变成青年 那些常常在发疯疯 就说要支持香港 或者要支持香港 有一些变成青年 好像说是香港那边过来 其实有一些 香港朋友 就以学生的身份 就过来台湾读书 那待会可以再说多一点 都挺好笑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些人很疯狂 他们很喜欢暴风捉影 还有很多东西 都自己是自行上纲上线 那个逻辑就跟他们过往 例如什么叫你 你检测的那些 有内地的朋友来帮忙 又说把你DNA送中 又说安心出行 就会记录你那些东西 拿你的资料监控你 又说那些什么健康码 永远都不会取消 你有什么不听话 就把你变成红码 让你到处都去不了 很多这些东西 没有的 他们只会作到很远 想到很夸张 他们很流行是这样的 而今次这个叫狗不得的清单 他们甚至乎觉得很震撼 有一个21岁 在台湾读书的学生哥 他叫阿谦 他对着媒体真的这样说 哇 那份文件对我来说震撼 好大 他说简直就像白色恐怖一样 没有直接拘捕你 但是你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即是我在台湾都住了四年以上 对于这份东西 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感觉 如果大家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 我在资讯栏里 大家会见到那个连结 大家不妨去听回 那九项究竟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说了 最重点 他们最担心的那些 我已经提及了 例如说 还有什么来到台湾 不可以做KFC 这些比较minor的 我就不聚述太多了 令到他们最触动到 那些政治敏感神经 是很值得拿出来说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到这么夸张 一般人都没有引起这些敏感的 哇 他们直接是生疯了 在拗到出血 如果陆委会那里都说 错误了 收了 那你们又说什么寒蟬效应 又说什么白色恐怖 特意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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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他们突然说话都倒转了 为什么呢 这21岁的阿谦 他来读书 就是说因为觉得台湾比较有民主自由 很喜欢这里的人民生活的感觉 他现在说了 哇 现在 简直令他想起 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时候 那种气氛 人人至危 失去了自由的感觉 那我们说到国安法 马上就知道了 是只有你们这群人才怕国安法 会随时拘捕了你 又说今天可能是去《立场新闻》拘捕他们 将来就可能轮到你了 他们的论点永远都是这样的 现在对于这个叫做狗不得的清单 他们就已经害怕到这样 又是重新他们那种精神病的状态 如果你问我 我也是照样这样生活的 照样工作 照样去吃饭 照样去逛街 照样去买东西 都会过一般的生活 其实你来到台湾 假设你真的来旅行 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些游行 一定要参加这些抗议活动 你会不会特意乘搭飞机过来 就会看到 例如12月1日 上年他们不知好像搞那些 又搞那个国伤之柱 什么伏黑板 动在这里 好起细条 好起肉酸 你不就要过来参加这些集会 你不就要参加这些游行 参加这些示威 如果真是这个叫狗不得清单 显示了在移民署 也真正落实了 那你就不能参加 如果现在收了的话 其实你真是可以 如果有不违法的情况下 如果像何韵思那些 那已经是违法的行为 或者严格地说 涉嫌违法 所以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要看不同的法例 你来观光就观光 像何韵思 他写入境的原因 写着观光 你走去参与游行 他说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自由去参加 这个就是另一件事 真是等于这样 新加坡那时 某一位意见领袖 就是没有头发的那个 他就不知道被人 约到哪一间茶餐厅 或订餐厅 在那里说话 原来当地不准你 在那么多人的范围里 在那里说话 那在那里聚集说话 又不行 那不就好没有自由 各处乡村 各处礼 这个阿谦也是 当时2019年 参与过这些反修例的事情 因此2021年的时候 去了台北读大学 说自己一直很向往台湾的自由 还想着一直计划 让自己毕业 可以留在台湾生活 这个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别人没有一定要招呼你 虽然他说 什么支持香港 什么什么的 有什么实际行动 然后现在又开始 觉得不似预期 说随着台湾收紧了 那些定居的门栏 也说他感受到 这些政策 对香港人越来越不友善 甚至乎 这个被指为誤植 就是错误地摆上来 即是植入 这个意思 这个久不得清单 恐怕成为压垮他们 骆驼最后一斤的稻草 新近还有这些来台湾读书 在香港仍然很疯的黄友 过来 不知道他们怎么看 不过一部分就会像阿谦 觉得情况很严重 很大问题 还说到 哎呀我想了好几天 如果失去自由的话 再留在台湾也没意思了 不如去其他地方 还说和一帮香港朋友吃饭的时候 听起大家的想法是差不多 甚至乎平时都不是这么理政治 都觉得今次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真的有这些规定的话 即是这样 记者 你现在采访过我 都已经有问题 在香港都可以接受访问 竟然在台湾不可以接受访问 即是等于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哥 从香港过来读书 久不久都会有一些媒体去访问一下他 即是为什么会过来读书 因为香港政治气氛 民主自由 或者下山一万字 为什么不过英国 过来台湾 可能两地比较近 即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叫做 狗不得的清单 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这些访问 如果是的话 他们就觉得是没有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就严格来说 哇 很夸张 即使他们还觉得比香港 香港也没那么大事 记住 他们甚至乎 连参加选举的造势活动都不行 因为以前他们很喜欢 走来什么大选的时候 坐在那里 一起就好像很感动 很流心在那里听 老实说 这些选举活动 在你家附近搞 那你就看到了 不是在你家附近搞的 有些小距离的话 我都真的从未去参加过 这些竞选的造势大会 你想一想就知道 如果你在当地生活 你就明白了 蛤 我又要駕駛过去 因为一定跟你家里有些距离 你搭车又麻烦 駕駛去到又怕没得拍车 拍得远的话 我又要走一趟猛 我知道拍得远的意思 可能你要走十分钟以上 你才能去到你的目的地 还要一边开着车 一边去找位置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电单车 片来片去 闪来闪去 你挂着看路 有没有什么车位 他们在你身边 不断飞 你走慢点 后面的车会拔爆你 或者好像很猛 想起你都不想去 回来 现在的尴尬位 陆委会都说了 真是不小心地放进去 也再三强调 没有说过 或者没有新增任何禁止的规定 如果说完给你听 你也是不相信的话 这位学生哥还搞笑 他用回他在香港的时候 那一套思维去看今次事件 他说觉得台湾当局是弹出弹入 就把这些议题扔出来试水温 如果看到风向不对 就撤回 现在说到某些政党 看到民意 即是他们这些人 有这样的反弹 连同学者 所以短期内都不会硬推 这个你猜而已 一厢情愿 傻仔 却不过 逗算短期内都不会硬推出来 从这个学生哥的角度来看 他们只是有这样想过 已经很得人害怕了 想想也不行 所以这些年轻人的低能之处在哪里 你们想就行 别人想就不行 你们说要限制这样 限制那样 抵制那样 抵制那样 别人就不行 别人这样做就觉得很可怕 你们就不可怕 有一个2020年后移居到台湾的姐姐 她说对于这个地方来说 政策觉得五时花六时变 即使这个文件删除了 仍然担心自己在台湾的权益和自由 不受保障 又是那些自己无限上纲上线 自己想到很夸张很可怕的 就加诸于在别人身上 这帮人的特色就是这样的 不知为什么 他们个个人好像同一副DNA 整帮人的行为、思想、态度 整帮人的行为、取态、思考模式 一模一样 这些就是人一黄老就什么 全部同一个套路都挺瘋的 可能整帮人都看同一堆文宣 接受一堆泛民、政棍 洗脑洗脑 还说台湾这个地方 在亚洲来说以民主自由文明 就说今次这样做 实在令人相当失望 这个也是一样 长远来想 都是否要考虑离开这个地方呢 根据他们很久有些大学的法律系副教授都说 他说不用撤回这个字眼 而用误直这个字眼 反而引起更多疑虑 因为他们的字眼 有时我也不太明白 他们的含义背后有什么意思 他说误直的意思 即使是本来要贴在某个地方 不过贴错了 人们不禁要问 你打算贴在哪里 那今次的公告到底算不算呢 未来来说 会不会再有这个公告呢 其实都没有交代清楚 这个想法和我有点像 为什么会有这九条出来的呢 为什么不是八条七条呢 哪一班人去决定 根据什么的理由 计算了九条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 这个我觉得要清楚一点 没有清楚说 或者是误直而已 那我不说的 那你不说就算了 但是那些人就会觉得 你不说啊 真的有阴谋啦 搞得他们疑神疑鬼 都挺好笑的 这些人挺疯狂的 为什么那些东西那么害怕呢 或者为什么那些东西可以想象 什么新屋嶺 831打死人那些 就是这样的 这些人真的很过瘾 我觉得很好笑 那也都继续说 就说觉得移民署这样做 就不够光明正大 那公告呢 没有法律效率依据的规定 不过呢 给媒体再问多几文 就立刻收了它 他说在法治的作业上 在一个不良示范 那有个来了台湾的癫佬 他叫桑普 他搞了一个叫台湾香港协会 他就在这个会里面的理事场 他就提到 陆委会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yes or no 如果是yes的话 那何韵詩、林荣基等 这些香港人呢 何韵詩严格来说 你可以说是加拿大人的 是否先前在台湾这样做都是违法呢 他说放眼民主自由的国家、地区、什么都好 都没有这些规定 他说如果是no的话 那为什么有那么曖曖昧 不一次过说清楚 究竟是还是不是呢 接着这个阿谦也有再说 他说台湾这些政策大转弯 令到香港人相当难堪 即使你是说支持香港人 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大喊光时 大喊什么港独 应该被他们喊 理论上 你自己做世大会的时候 就会印出他们的光时期 拿出他们的口号来印 但是到了他们想喊光时 你又不让他们喊 现在他们糾结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说就行 我说就不行 你还要拿到我们那句话来说 他说反修例期间 很多香港抗争者都有去过 姓蔡那位做世大会 还说现在你先来跟我说 香港人不可以参加台湾的政治活动 那是不是前后矛盾 那时候又给 现在又不给 即是来你做世大会就给 现在又说我们要搞这些 去其他就不给 想怎样 桑普也说了一句话 挺发人心醒的 他说姓蔡那位 两年前 就去过台湾版的铜锣湾书店 还亲手写了一张纸子 写着 自由的台湾 撑香港人的自由 还说这张纸子 令到很多香港人热泪盈康 什么 今时今日 自由的台湾 禁香港人的自由 不是吧 这句话 令到更多人热泪盈康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时候你写的 支持香港人的自由 为什么 现在 如果来台湾 就不准大家参与这些游行 集会 抗争 为什么不准 有没有搞错 那也是那句 人家现在都收回了那些九条 都说了是错误 你们至于死女 说是有 又要写人 我都觉得有少少牵强 我觉得有少少写错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你说弹工手 霜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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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 就着香港的议题 发声 有些台湾的政治学者都说 对于这个叫狗不得的文件 都不是那么意外 他说说得好听 就是对外来人小心谨慎 难听些就是过度防护 甚至有一种排外歧视的态度 也质疑是否叫狡黄过正 就是要防滲透 也不是针对游客 也觉得内容有些地方不太妥 条文不清不错 算是过度限制言论自由 也说了 其实人们已经收藏了 你们又是怎么看呢 我自己又觉得 像是抛出来试试水温 看你们怎么看 就是看当地人怎么样 不过有些媒体放大一些反对的声音 又或者跟某些法律学者所说 像是想做一种寒蟬效应 令人觉得 原来台湾这边是不喜欢我们来参与政治活动的 原来不喜欢我们来接触媒体 如果不是的话 不会贸贸然登这九条出来 或者会有写到这九条出来 于是者大学生阿谦担心 这个狗不得这件事 会反映到社会的气氛 认为一而再再而三 拿一些敌视港人的政策 不管是上面压下来 还是民间压上去 看到台湾社会有排斥港人的情绪 你说是否有这种情绪 我暂时来说都不太觉得 如果你是来到佼佼镇 又说要支持你这些 支持我那些 又说要给你们什么读书 还是什么庇护 我想这里就说不 大家都是苦苦经营 做自己的事 经济都是一般的 后来还说有钱派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养你们 这件事台湾方面的朋友 真的很接受不了 他说之前对香港人很支持 很同情 现在就转了风向 也说看到很多台湾当地的赌民 留言支持这个狗不得 还说香港和内地已经没有什么差别 这件事是你们自己做成的 是你们自己说的 如果你们这些东西传到台湾的话 你还要告诉人 今天香港明日台湾 叫大家小心 香港的情况 你们说到这么坏 这么得人害怕 他们自然就会害怕 所谓的渗透 这是你们自己种的种子 这个恶果 你觉得是什么狗不得的 你觉得不适合 你觉得很害怕 这个也是你自己的 令到台湾方面这么害怕 神是你们 鬼是你们 又是你们 叫人家要什么觉醒 要小心什么渗透 英国那里 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郑文杰那些 说过很多次了 叫英国方面 神防渗透 最后阿谦还说 你要防渗透 但这些狗不得的 令人听起来觉得很不舒服 很多经历过反修例的 来到台湾 都希望 或者相信 有民主 自由 人权 反权威 这些价值 你一当我们是间谍 接受访问都不行 参与一下你们的游行 示威又不行 做什么 简直都侮辱 这种风气下去 你还说自己都不得不要走 你自己都花了些时间 和金钱 在这里叫做读书 你自己觉得不似如期 我也是那句 其实跟在香港一样 你说港区国安法 不准你们讲光事 不准你们讲港道 不准你们看羊村 不准你们唱圆荣光 就觉得很没有民主自由 所以就要去英国 或者离开香港 终于就走 你觉得这些东西 原来是你生活的必需品 对不起 我也不懂得欣赏 生活里面 要有这么多这些圆荣光 你问我在台湾生活 是不是这么没有自由 我又不觉得 你照平常生活 不是要搞这样搞那样 就算你林荣基 要搞这些抗争 这些东西都不是日日搞 还要搞自己当书店 其实就是这样 跟在香港一样 你没有光时 没有圆荣光 你都是生活到的 但他们觉得 这样就已经是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你要这么疯狂 我都帮不了你 帮到你的 还有就是香港的青山医院 记住不要放弃治疗 多谢大家 拜拜